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蓝宇 邓超 黄卓 张小斐 先看在央视电影频道工作的蓝宇小姐姐 身穿淡绿色的抹胸礼服好清新 头发盘起温望可人 妆容清淡 更显典雅气质 再来看看去年的新晋金鸡奖影后 咱妈张小斐 身穿淡黄色的低龄蕾丝长裙 衬得她整个人身形修长纤细 其间的中短发力落萨爽 又不失女人为 脚上的增高凉鞋 为其增添了一丝随性的度假气息 整个造型走的就是从容大气的路线 黄博和邓超就是一如往常的西装打扮 一黑一白十分登对 值得一提的是 黄博走红毯似乎还有些拘谨 圆润的脸庞看起来十分可爱 而邓超就有点射牛甜致了 单只手背在身后眼神坚定 相比以前似乎瘦了不少 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流浪地球2》的全体主演阵容 其中包括吴京 刘德华 宁里 王志等人 拍照时刻全剧组分为特别欢快 笑点十足 摆pose时台下众多女性观众大喊 吴京的名字以表粉丝的热爱 刘德华在一旁笑到何不拢嘴 入围此次本届金基奖最佳影片的爱情神话剧组 也来到现场 凭借此片入围本届金基奖最佳女配的吴岳老师 穿着低领黑色连衣裙 皮肤白到发光 一头短发气质干脸 全程牵着新锐导演邵一辉的首温版微笑 影地影后 王景春和严炳燕老师玩手走上红毯 一路对着媒体们微笑挥手十分热情 到拍照环节 两人稍微隔开站了些 可以看到严炳燕老师律师粉带 接近裸装但气场强大 穿低领连衣裙 身材风鱼 眼神坚毅风韵斐然 当日金基奖的老朋友刘晓庆老师独自现身 穿着一套花色刺绣西装气质端装 脖子戴着超大翡翠项链贵气逼人 单手插兜打招呼举止谦逊得体 值得一提的是 刘晓庆保养得当完全看不出70岁的年纪 只是脸部略显臃肿 然后是我们的细骨夫妻张公北陈伟夫妇 两人均穿着黑色色系服饰十分般配 双手紧牵恩爱十足 两人对着镜头战子反正 从容不迫的气质欲然屏幕之中 介绍完剧组和前辈们的红毯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中年代演员和小花们的红毯 首先来看看佟丽娅和杜江 当日佟丽娅穿着蓝紫色礼服裙 宛如人间富贵花 涂大红纯尽显美丽 杜江一身正气微笑招手 平时高圆圆一直走的是温婉的大花路线 再加上她那温柔如水的性格 备受大众喜爱 但这次她在造型上有所改变 一袭黑色黑色复古长裙搭配高马尾 高圆圆在海岸边摇曳生姿 果然明艳的美人 最适合简约而不简单的造型 浑身上下都透着高级 不管是插腰的站姿 还是坐在桌台上 都起力而动人 不过从红毯现场来看 似乎高圆圆这套造型 离开了海边就失去了一部分灵魂 现在活活很理解 为什么艺人们再在红毯上 尽量选择明艳的颜色 这一身黑色可能真的不太适合走红毯 可能接后咱女神的Cody团队 还要多多思考呀 当天同样选择简约造型的 还有演员关小彤 露腰白衬衫加上包臀黑色长裙 不得不说今晚造型师又在被骂了 劫子那么漂亮的大长腿不去露出来 偏偏要用长裙包裹住 不知道是为哪般 还有那手上拿着的一个小包 不知道的还以为他要去参加什么商务局呢 活活只能说期待看到团队的进步吧 这真是巧了不是 演员钟楚希也在当天选择了黑色长裙 不过相比于高约圆那条 他这条裙子小设计更多 深微的领口增添妩媚性感 宽吊带露出常年健身的双臂 再加上裙摆部分的斜开叉露出眉腿 用风情万种来形容钟楚希一点 不为过吧 在后台 钟楚希的生涂也是完全能打 即便是跟其他年轻演员坐在一起 那大波浪加上烈眼红唇 有一种明艳大方的美丽 然后是我们内娱被网友们称为 红瘫女王的baby 妮妮等人 baby和妮妮的风格略微相似 都是植物系的森林造型 掀起飘飘气质脱沉 据悉baby医生的饰品来自某奢侈高定 超过200万的价格 虽以陈都玲一个性感一个清纯 但因为暖黄色灯光的影响 两位美女大白冷皮都变成暗黄条了 最后压皱的 必须是今晚穿着最大胆最性感的柳妍 当晚柳妍的衣服就足够特别 手上套着一个巨大的蝴蝶结 胸口的领子真的开插到了腰部 但似乎有一层薄纱遮挡 近期柳妍瘦身大成功 生图中也能看出奇薄被吸摇四纸片人 妆容大气美艳动人 今天万众期待的金鸡奖颁奖典礼拉开帷幕 这不仅是一场关于电影的盛会 也是一场关于美的大秀 各位艺人也是盛装打扮 不忍辜负这一场盛会 不得不说 众人的风格还真是各有不同 关于美丽的表达有很多种 不知道你最喜欢的是哪一种呢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伙伙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录